作詞 曲 李宗盛 各位好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客立 走 大家請坐 各位台灣民進府所有動心 大家平安 大家早晚 大家在禮拜日早起 看到大家都很有精神 我們看到這幾天的上課 我相信你跟今天應該有很大很大的 一個將來你不要思考過的事情 那麼 現在我們開始 我們大家不用緊張 大家用輕鬆的心情來 我們大家來討論說 在我們今天要分享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的題目 就是對 在睡覺的台灣人 跟當時的精神 這個精神的關鍵在什麼地方 是怎麼有的東西 你如果沒有去注意 就這樣騙一下 就這樣對旁邊去 很嚴重 所以 剛開始 我們剛才有聽到一首歌 這是剛才我認識去想到 每一次 我們在聽到這首 美麗 台灣 佛摩莎 我記得我第一次在幾樓聽到的 在幾樓聽到的這首歌 大概在十年前 十年前 我們在剛才什麼時候 剛才那個 台灣人第一次 他要選到自己的總統 但隨便選擇 中華民國 他要選第一任 他的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我聽到這首歌 我感覺說 有一種 要開心 也感到一種 很悲傷 因為他說 我們的台灣 是一個美麗佛摩莎 他在這裡站了很久了 玉山站在這個地方 已經站了超多久 站了很久了 我們知道玉山這個地位 你不知道知道嗎 你如果對著台灣的地理位在 你可以看到一點點就是 玉山 總共四千公尺 這麼高的山 你在這個地方 你感覺說 這沒什麼火 這已經 很久了山就山 海就海 這有什麼關係 不過 等於有一天 你如果用外國人的角度來看 你敢知道 在外國的眼中 眼睛在看 我們這個台灣 他只看著獨獨 這個台灣 他就跟你說 請問你哪裡來 你如果說 我為台灣 台灣 古早 差不多 將近三十年前 你跟他說台灣 他說 那是什麼地方 我說 佛摩莎 我為佛摩莎 人家說台灣 也是佛摩莎 趕快解釋 他說佛摩莎 在我們 西班阿門裡面 它是一個叫做 美麗制度 美麗制度全台灣 全世界 廣東有幾千塊 你再說哪一個 我說 噢 這個難解釋 整個說 就是在太平洋 那個地方 結果太平洋 他說太平洋 很看的 你是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說 有的 在 美國那個地方 你如果覺得 他們的學生 或是 關於一般 所有的人民 他都不知道在台灣 在哪裡 結果 到六位 要介紹的時候 他跟他講一句 說 他願意給我問 問說 你怎麼在玉山 你怎麼不覺得很奇怪 你的國家 在阿里山 什麼 還是玉山 什麼 距離 玉山有多遠 我想一想 要說什麼 你是說我們家 在玉山 還是 不是 你的國家 離 你騎的地方 離玉山 多遠 我相信這個答案 我一時 回答不出來 因為 你說 你家離玉山 多遠 我差不多距離 兩百公里 他在爬 爬到那裡 可能要幾點 要翻車 幾天 但是你說 你你的國家 多遠 我說 我的國家 不知道 你是 你在說哪一個 這樣想到 我說 他說 對啊 我騎的地方 就是 有玉山 有阿里山 他才跟我說 全世界 他也很害怕 他也很害怕 說 蛤 你住的地方 就是有阿里山 那個地方 我說 是啊 喔 你怎麼那麼好 我說 好日子 我不知道 他說 你想 全世界 來 有關山超過 四千公車的 不要說四千公車的 全世界 沒有幾點 如果超過三千的 再少 日本最關 兩千八百 附屬山就消滅了 台灣超過 三千 九百 八十 將近四千 他說這種關山 全世界 可能第二關 第一關 就是說 那個是 喜馬拉雅山 八千八 再來就是我們這裡 你怎麼不覺得說 喔 台灣以前 這麼偉大喔 結果 有一次 看到那些日本人 也來到我們台灣 他由那個 塔塔車開始 爬起來 當我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發現 奇怪 這個人 看起來不像我們台灣 他說 站在那裡一直看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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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樓尾 他說 喔 原來你們就是日本人喔 他說 是呀 我們從日本來 他說 你們在這裡 你們是感覺什麼 因為我看那個人很奇怪 他當站在塔塔車 那個地方 看對那種種種種的 風景那樣 看的時候 一隻手拿地圖 一隻手一直看 看的風景 我說 這裡有什麼樣 不適應 我就是說 喔 原來他要到關山 身體會不會蓋 所以在那裡 一直像在老眼祭 那樣一樣 我問說 你是身體不爽快的 需要我去逗三天嗎 他說不是 我說 沒有你 你的老眼祭是什麼原因 他說 他說 我很感動我自己 他說 你感動什麼 我 我 搶過全世界 我搶過超過三千公車的關山 我已經搶全世界六十億人口 我搶過超過六十億 六十億 他說全世界 我要騎在三千公車 以上的地方 在地球表面 要騎說 我騎到三千公車 以上 就不可能 附屬山 拚到一千四百 就拚不起來了 如果要拚去 要拚去 不可以 問題是很難 結果他來到台灣 用車 開開開開開 開到九尾就夠了 不用拚 還有 路車就夠了 他覺得說 我今天可以站在這個地方 我贏過全世界多少人 你不知道 他說 這也沒什麼 我們台灣 每天 你來 你就每天來 如果還有住在這裡的人 每天都第一名 他說 是啊 你不知道我們台灣多偉大 他說 你們這個地方多好 你知道嗎 我說是什麼 因為我知道 他說 他是日本 那邊做環境工程的人 他在關心 我們的環境 怎麼做 怎麼做 他說 你可能 不知道 台灣 有這個關山 如果說 不要有浴山 這麼大的山 你想 我們台灣會變成什麼 第一 我們會變沙漠化 你如果要來這裡 上海的時候 你可能要帶 那個 吐山 那種東西 因為哪怕哪吐 不然你不夠為了 高速公路 可能整個都山 因為 真的都山 開到這裡 可能要幾天 你如果看得到奇怪 台灣為什麼賣 他說 你不知道 台灣很奇怪 台灣 有這個山 撞掉 所以我們台灣 會缺水 或不會缺水 讓 到尾 他就直接把它撞掉 撞掉 我們台灣 整年 都不會怕會缺水 再來就是 你有看過這麼清楚的山 就是因為 有這麼高的山 這麼高的山 有什麼目的 他說 喔 你們台灣 將 減進全世界 很好的環境 他說 是怎麼說 他說 你們每天 在地表面 每天 汽車汙染 工業汙染 什麼汙染 那空氣飄到 都飄去到哪裡 你知道嗎 都飄去到 關山 浴山 最上面 聽說 余悅任 頭到上面 那就是空氣汙染 但是 明天 就 走過 澳洲那邊 一天 就全部走過 那邊 所以澳洲 加拿大 加拿大 那些地方 他們覺得很奇怪 我們這邊 環境就做得這麼好 為什麼我們空氣中的 汙染是島來的 原來是從台灣去的 今天 這座明天才到他們的地方 所以 為什麼怎麼會這樣 因為關山 今年的空氣市場 現在他們地上 它會這樣 安靜 當地上 你會想 台灣 這個島就度多高 蒼渡 差不多500公里 跨島 200公里 像是大邦 200公里 兩百公里 二百公里 二百公里 不簡單,你全天用土來吞也沒辦法 那我們台灣人吞起來,應該不是吧 自己産生的吧,對 所以你看我們站在這個地方的地理環境 有這麼優秀的環境,但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地方 跟這首歌像一樣,台灣的願望都要放在這個地方 不過,我們如果不清楚自己是什麼人 我們就變了,我們根本 所以你看,在這次 在台中州裡面的一個中華辦公室 有一個何顯榮教授 當他開始,他告訴我,他是原地在研究,他是在地質 他是一個土木技術,土木一個建築師 但是他看起來,他去研究台灣的時候 他發現你知道台灣以前是什麼地方 第一,他是一個帝國 他這個帝國,這不是黑白講的 他說,在古早,你不要去思考 在古早,在台灣的一萬年前 台灣是好頂的位置 台灣有長矛巷,你敢知道嗎 台灣古早有很多長矛巷 他說,你可能會想說,有可能 我大家都看不懂 而且台灣在幾萬年前開始 就已經有很文明的文化 他們有人的制度 已經有帝王 還有這個殯葬禮儀 大家都有了 最重要,台灣很古早 他就已經有重量單位 杜梁橫單位 你想想,一個國家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這個叫做國家 我記得 你如果去中國那個地方 你如果要買東西 古早 你說,你要買多少 他用手來,你要買幾顆 一個小孩拿出來 手說,我要買五顆 你想小孩的一所長 跟大人的一顆 這樣跟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但是他就是用這樣跟你騙 尤其是怎麼在金門那個地方 我記得他們一斤只有十三斤而已 我說,奇怪 阿伯母人全世界一斤都是十六斤 你們這裡怎麼十三 他說,我們跟他們不一樣 所以很多他們改變 所以這個杜梁橫的公斤 這個單位不是自己黑白做的 這如果沒有一個帝國 沒有一個真水準高的地方 金門做不出來 原來我也發覺到說 在那個時候 你會覺得台灣金 台灣一斤 是怎麼十六斤 這個杜梁是從哪裡來的 我說這是從哪裡來的 電腦的禁衛來的 十六禁衛來的 所以他在十六禁衛到後 你會想他們古代的時代 就已經有這種既成的制度 所以在孩子 我們在小學生的時候 我們問過老師說 老師 為什麼台灣金 金和公斤會什麼不一樣 那如果交流的人 他會說 用到金的人都沒有水準 台灣金不要用 那沒有水準 我們如果要用 用公斤 你看中國那裡的偉大 就是用公斤 說笑死人 那根本就忘了說 你知道 在這個文明裡面 你看到台灣的一斤 一斤 全世界叫做六百公克 六百公克 這個沒有偉大 在真正偉大的地方 就是說 他將這個公斤 在英國國武館裡面 剛才用五百公斤的一斤 立方 一斤立方 就是說一斤一斤一斤 一斤的立方 這樣一粒 一斤 英國就用這個 放到國武館 說 來一斤的單位就是這樣來 用五百公斤的一斤 你看看 說台灣這個社會 有辦法跟英國 那種 這麼生命的國家做會 你如果去到美國 有一斤的單位 你絕對不要用過 叫做公和 公和 可能大家連聽也不要聽過 人家說 鴿 但是在 美國 英國 它在親和味道都給你親 看你要整個鴿 公和 都用這個單位去親 所以我才開始思考說 奇怪台灣不是六五的地方 台灣絕對不是鳥不生蛋的地方 台灣是去讓 中國人無害 所以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開始 來看 我們要怎麼回復 我們台灣古早的英雄的歷史 我們要怎麼去造成再一次 對到台灣這個地方 你要怎麼聽到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在台灣 真正不要再說到幾萬年前 你知道全世界 我聽這個古文明 在說的時候 它有說到 你不要看過一萬年前的水嗎 一萬年前的水喔 我相信 我們那一杯水 你把它放一百年 那個水可能就放了 就沒了 一百年 我們這什麼火 都已經會變得很 到底是什麼都不知道 一百年後 我們這不管什麼人都沒有 一百年後 一百年後 可能的東西都沒有了 都變得很 但是 在台灣 當它流起來 那一百年前 在哪裡流出來 在宜蘭的雪山隧道 那個 那個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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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把他抓出來 結果 那個斑出來 結果拿去方法鉗 哇 這超過一萬年 一萬年 你一百年去想 一萬年多久 我擔心 那可能和我無關 一萬年 我不知道看得對嗎 但是那一萬年的水這樣抓出來 全世界說奇怪 台灣競然有超過一萬年的水 在那裡抓出來 我們台灣的角度怎麼看 這沒什麼啦 這就把它撈撈掉就好了 你敢不想說一萬年的水 你現在在台灣全世界沒有吹到這種 但是在台灣競然萬年的骨髓在那裡走出來 你敢不想看過有人發表 你敢不想看過有人去做研究 說這台灣很特殊的東西 我們要好好去研究起來 但是 統治者 中華民國 它開始破壞 它是因為說 你如果去了解到台灣的古代文化 一定會跟中國拆開 因為它沒有關係 這就是不可以讓我們知道的歷史 再來我們會看到 在台灣 不要說到幾百年多久以前 我們在最近 六十年七十年 那個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 是日本 還是說在大一百年前 我們台灣可能是日本 大日本的地方 你有覺得大日本 日本來到我們做管理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它跟我們管理都沒有感到你的一種委託 當然當下你會說 怎麼有人這麼嚴重 這是什麼原因 日本來也很難聽人家說過 但是它派是難什麼原因 聽老一輩人在說 第一 它的派是說 白天當下 你與你的水狗留下 的水狗一定常常關上 一定要保持流通 不能有 roof 你家工 你的家工 每一個禮拜我都會來檢查 就是叫你家具都要拌拌出來 然後少少的檢查通過才拌到一面 每禮拜都叫你這樣做 他要叫你這樣做的時候 剛開始你的感受就說 這怎麼漏洩到人家來 但是他這樣做 檢查了台灣的傳染病 可能你這種病他就開始不去 甚至日本的醫生 他知道我們台灣有這個禍 可能這樣來到台灣 因為醫生就開始在這裡做研究 來一個感染到死去 還要派一個來 一直派來 派到他才發現 原來台灣有這個傳染病 就是因為我們的環境衛生很壞 所以日本如果看到這個這麼壞 要怎樣 要去改變 所以你看到日本好像有很多動物 你看到你的感動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來到這裡 他教到 山上那些小孩 高山俗那些小孩 在做什麼工作 他不是教他們說要背色 他是教他們說 來 你們要怎麼刷牙 怎麼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 保持衛生 你想想 中華民國 有教我們這裡嗎 像水災里 你去玩去後 也沒什麼事 反正一三年就要來走 所以他說水災里 但是你看日本 他來到這裡 他教你環境衛生 還來第二行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的 跟姓宜鄉 我以前也在 因為我爸爸都在姓宜鄉 羅納村 在大 我覺得 有那個老阿嬤 你跟他問話 他都不在討論 原來他就是聽不懂我們的法義 他聽不懂 我說 這是他們怎麼說話 但是他怎麼說他的母義 他的高山中的議員 布農儀 問題是很奇怪 等我跟那個阿嬤說 說 你好 很厲害 他今天會跟我回答 很厲害 我說很奇怪 你怎麼會 才知道說原來他聽有日記 我說 他們為什麼那個年代經驗聽有 我說 你們為什麼怎麼會聽有 他說 喔 那以前他們的孩子都會有學 所以他在日本 他在教育裡面 他將人民的地殖財物 不管你在管山 都會各路 每一個各路都要求 每一個人都要受教育 這就是日本 所以聽說那時候七十人都要求 不求 只要求他 要求他 要求他 去進門 所以你如果要求很多文字 你對著全世界的文化 追蹤 一定是我們就接近 這就是 我們的優秀了 那後來 他開始看到 高山裡面 他們 古早 都每一年 都把他的高山中 都做保険 也不是高山中 全民都有一個保険 譬如說你賺到多錢 就賺到多錢 賺到少 就賺到少 但是贏到福利 大家都賺到 這就是 奇怪 他們那時候就想到 幾個 裡面全日本 要把台灣 開始做 河口 做保険 每個人都把你想到 很交運 那時候 我在想過 我們克蘇南麥 有這個 流氓政府來到台灣 我們現在是日本人 我們日本人 你會變成說 我們今天是站在全世界 都會逢比這支 因為我們有 很高水準的生活 我們有很高的禮貌 我們有很高水準 去到外國 大家都會接受日本 為什麼不接受台灣 我們不知道這個感覺 你如果去到美國 還是去到英國 你如果看來就說 奇怪 我跟日本人 也差不多一樣 但是一樣 在裡面 為什麼 你如果在坐餐廳 那日本人就坐對A區 台灣人就對美區 給你分開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他知道說 這台灣人有夠害的 如果給他進來 整個 如灌什麼火 每天都拿去敲 會帶 會帶 地炭什麼都空空長 他說 不好意思 那不是台灣喔 那是中國的 要分清楚 怎樣 怎麼會這樣 他說 沒辦法 這就一定要分,不然實在是沒辦法啦 尤其你看美國人家說,你來這間餐廳吃飯 他會送你一個禮物,他會送的禮物 小禮物是拜在哪裡,拜在台門旁邊拜拜拜拜,拜拜的很多 你吃飽,你可以去逛一次,然後把它拿回去 那個東西是很漂亮的瓷器的東西 你自己說,我買這塊就拿一塊回去 如果錢人家這生的去拿,他沒有開放給這種人拿 他開放給日本人去逛一塊就拿回來 不過如果台灣去,或是錢人家,尤其中國人 那中國去,他說沒有開放給你逛,也沒有送 你怎麼知道他開放給自己拿,他會怎麼拿 他會問說老闆你有縮角落到沒有 總會把他掃回來,他會怕到 這就是,所以我也用很多方法去跟老闆說 老闆我不是中國人,我不是錢人 我不是人家在說菜人,你要注意,我是台灣 台灣,台灣跟他們不一樣 這就是,我們漸漸這個國家去用 污染過之後,怎麼分不清楚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地方 再來,在台灣所建立的東西 你有感受到說,日本他跟我們在台灣 雖然用真壞的交通,在教育 但是他所教育出來的東西,你不知道去分別 古早的台灣的老師真壞 沒有,台灣的老師聽說真嚴真壞 日本的老師也很壞 但是日本的老師自己教育後 經過三十年、四十年 每一次想到,就是說 喔,那日本老師我很壞念 但是在台灣 教育我們的老師 經過十年、二十年 如果想到那個老師就教育出去 想要給他掃回來 我問過很多孩子都這樣 說是怎樣 那都黑白來 那都根本 我研究起來才知道 原來 有一次我聽到一個七十歲的一個阿公 那差不多做阿公有七十歲了 那一次 我看他這樣心情很開心 我就說,你為什麼,你怎麼會這麼開心 他說 你不知道喔 我一直看時間說 完蛋了 我教我教 國秀 六年 那老師 要來 對日本要來 我說要幾歲了 可能要九十幾歲了 他要來我們台灣 他說,你怎麼會這樣 那懷念 對,所以待會要去同學會 要去同學會 所以他很高興 他說,這個老師我很久沒看過了 我問過 你為什麼 那個老師 你怎麼會這樣懷念 他說 喔,那個老師 真好 他說好日子 他說他不會說 但是他說一個事情給我聽 他說 你說 他在等會 他六十歲 他六十歲 也差不多 我怎麼問一二歲 lah 六十歲 他說他六十歲 以一年 他老師十年前也有來過 來過的時間 他帶甚麼東西回來給他 他帶 他以前 他的書包給他 他說奇怪,你以前的書包怎麼還帶回來行李 他說當初時,我跟老師在關卡,我心來不服 結果,在鼻葉殿內那一刻,他平時就很壞 但是,鼻葉殿內那一刻,不知道他比較嚴重 他說我不會再參加,書包等給他 等給他,經過幾十年後,他六十歲了 你看他約七十歲的小孩,已經經過五十年 他老師回來了,他就跟他說 你的書包,當初時會經過五十年的書包 你想那裡,什麼樣子 他跟他說,我這腳書包,是你當初時,你把我抓去 我這腳行李 你等給我,你都沒有公交代,就等著做你走 我不知道要找人,我也回到日本 結果,經過今年的教育,今年的記憶 我才將書包還行李 你想那些學生孩子,他接到書包 他跟老師很親密的讀書 他說,真不好意思,我當初時少年也有事 也有學生孩子開始說出說 這個老師是怎麼這麼好 他說,當初時,他為了一個人,沒有錢 他說,以前我們老師沒有錢 就告訴你,老師我就沒有錢 他就說,好 就不用交代,就過去了 因為你還要拚也沒有錢 不過,我們的劉王政府 住在這裡的劉王政府不一樣 還要進前,我看到一個消息 在一間國秀裡面 一個國秀學生 因為沒有錢交營養午餐 結果去給老師發展 你會想這老師不用抓起來 這說起來要判斷 沒有錢交營養午餐 結果老師叫出來發展 說,你為什麼沒有錢交營養午餐呢 所以不讓你吃飯 這說起來不是浴體身上的武俗 這是對著一個兒子心靈的大大武俗 他把武俗一個人 那兒子怎麼不會煩惱 一定會煩惱的 為什麼平平老師用很難 大家都用很難 日本的老師給你驗 但是你驗過幾十年後 你的笑臉 你的笑臉說 好家在那個老師 以前是很壞的 不然我今天不知道變什麼樣 但是今天 在理由夢政府裡面 我們開始台灣變成什麼樣 第一,對教育已經變了 你怎麼知道我們的教育變成什麼樣 世界海的就是 對著 把你分劑 分A班,美班 我相信我們踏過台灣的教育 在中國民國之下 我們都有分這個 都會了解 為什麼 你去踏車就跟你分 來,你就是在A班 你就是美班 等我以前也被分過 我對著這個觀念 我也給老師提出疑問 老師,學生育怎麼分A班、美班 請問你們老師不知道分A級、美級嗎 老師A級的,一國而已兩萬塊 如果美級的,請請買費就好 兩千塊就是三年 因為一來都不用種錢 就要害害害害害 這樣應該 老師也要分A級、美級 是不是這樣 這樣公平了 為什麼學生育怎麼分開 老師不用分 老師就說,你不要想太多 讀書 結果讀書裡面 我們分到A班的孩子 他們心態是健康 你想想 我這次 剛才在打這個體育科 打那個瓶瓶 桌球 打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班級也上體育科 一個班級 美班的班級也上體育科 結果我看到他們的上體育科裡面 我問大家 可以一起打瓶瓶嗎 那不可以 應該是 因為 不是說很大不很大 我看到那個 他說,來來來來 我們來打瓶瓶 好,來我跟妳打 不然一個人要怎麼打 應該沒有打拼嘛 我剛才去打瓶瓶 打的當中 大家也在打 我們那班也是有人在打 但是 他們的對象是 我們那班跟我們那班 就是說 A班的同學要跟A班的同學打 我跟一個美班的同學打一打 去讓老師叫過來 他說 你為什麼跟他在打桌球 我說,為什麼不行 他說,你不知道他們是美段班的嗎 我說 這要怎麼回答 然後 他就叫你說 你就是聽話就好 我們的孩子就是這樣一天一天一直 對教育失去了這個風向 只想說我就唱第一名 拚冠軍提金牌 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管 這種學生孩子說起來 對著我們的經國社會 還有什麼利益 一點點幫忙就沒有 所以你想 在台灣經過教育制度 所以變成 我們台灣人本來是很優秀 變成六月 就開始一直堆下去 開始一天一天 變成我們的主題 變成沒有方向 真的是沒有方向 也變成他的心臟裡面 只要把別人帶走 第二點 這是全世界沒有人有看過的東西 從小孩開始 理由王政府 中華民國 他在台灣的教育 就開始跟你教說 怎麼用騙呢 你敢不敢 因為 你如果看到以前 我記得讀國小的時候 聽到校長 早期 就每班每班 開始說一句話 各位同學 今天你們要很乖 不要亂講話 然後 今天有讀學要來 大家就開心 讀學 讀學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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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為什麼讀學要來 我們就要 要這樣 這樣 心境變得這麼暗 為什麼 還有一段 這又不重要 他就跟你說 讀學來的時候 你們的參考書 全部都要收起來 我們都知道 參考書是煩煩嗎 你如果說 各位同學 讀學要來 你們的穿機 要穿得好 這樣我就覺得 後來 因為穿得不可以 現出來 圖要穿得好 這樣我覺得 這個校長不錯 問題是 請問 參考書 是偉進品 對啊 為什麼要穿得好 如果要穿得好 為什麼又叫我們買 當然是 老師在叫我們買 自修的時候 是專班 來 大家通通要買 那是老師說叫我們買 老師叫我們買 什麼人叫我們穿得好 老師叫我們穿得好 就衝突 我們就說奇怪 為什麼叫我們買 叫我們穿得好 為什麼這個東西 要這樣 你敢買去買一台 開幾百萬的賓士汽車 買回來 結果專家說 穿得好 都不要開出來 你買那台要做什麼 就很奇怪 所以買到參考書 為什麼不能拿出來看 人家說自修 這是第一點的矛盾 但是老師在買的當中 我以前的議員也比較厭 老師拿到那本參考書 買到那本找的時候 唱上在賣的人 經銷上就來問說 各位同學你們看一下 哪一頁有印錯 哪一頁有問題 現在提出來 我換一本新的給你 我是看一看一看 看到樓盤 我說那一本就沒有兩頂 沒有幾個字 自修 那根本不是自修 那本叫做什麼 叫做解答 那不是自修 那叫做解答 老師出的題目 那這本答案都有 你就把它抄過 那就一百分 所以 老師在辦公書的當中 他就說 來把你們的那個秘籍 拿出去 拿回家的時候 抄一抄 讓大家的題目都都一百分 這就是老師以前把我們抄 但是讀學要跟他們抄得好 他沒想說奇怪 這本秘籍 竟然沒有幾頂 沒有幾頂 差不多 我們台灣政府 這本 這本請這樣而已 只不 一本 賣二十塊 定價二十 你知道那時 二十塊 很大 如果他二十頂 沒有幾頂 他跟我說 你們同學來 你們檢查一下 都會有問題 你可以拿出來 結果他跟我說 有問題 我說什麼 有問題 他說哪一頁 哪一頁 我說最後一頁 他說最後一頁 哪裡有錯 我說那個標價好像印錯了 結果叫老師把我叫出來 騙了 我感覺他們標價有印不到的款 沒怎麼這麼貴 我是這樣說 那標價可能會印不到 但是裡面 他感覺到什麼 讓你可以參考的百科全書 不是 裡面都答案 整本都答案 我告訴你們 我告訴你們 那本的東西 裡面有每一次月考的答案 所以你要買嗎 要買 你不買 靈魂 所以剛學來 才跟你告訴你 要收得好 所以這就是 我們教育開始的錯誤 也是從這裡開始 他叫你 要學什麼 叫你做拼 叫你講白菜 人家 如果說到這個補塑 很嚴重 我這次 在演講 老師叫我去演講 他在說到 國民教育義務 國民的教育義務 是人民應該盡的義務 是權利也是義務 這是題目 那太重了 我跟他講到 條工 我講 台灣的 台灣的 教育 是 教育 補塑 老師站起來 不是補塑 是補塑 我說補塑 條工 教育補塑 因為老師根本就是 你若這班的學生小孩 你若不去演講 補塑 你永遠不會第一名 所以大家為了要唱第一 拼第一 一定要去演講補塑 一樣 我這次 也看到老師在 加加加加加 加到六尾 他說一句話 你想你聽到 你感覺很奇怪 他說好 這一題 解答 我晚上再教 這句 請問晚上有特色 你若說 這一題 因為時間關係 明天再教 這樣可以說 他跟你說 我今天晚上再教 因為整班只有我沒有補塑 我說老師 晚上 晚上是哪裡 晚上 是你們家嗎 還是哪裡 對 老師請 晚上為什麼 你們家怎麼有人 結果才知道 整班同學 大家就跑去他們補塑 補塑的定義是什麼 是你不願意去教 教教 但是 他們的補塑 不是 一定要 收錢 老師也說得很 很理由 很正當 他說 你們想 你們去看電影也要買問票 對不對 老師到這裡看電影也要買問票 所以補塑 補塑是正當的 我跟老師說 老師 你這題沒有教 我沒辦法扣一百分 老師 起一個 也說一下 那邊四季 我記得 我以前 忘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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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以前 不知道為什麼 我跟老師 你這題沒有教 我不用扣一百分 他跟我說 我特別幫你教 但是 你若減一分 我跟你說一下 噢 妖神 你跟我說八個 嚇我 嚇我 所以這就是 我們教育 所以你說 這麼多年來 我每一次 想到這個老師 我是會少量的 還是會很小 很小 因為 他跟我的人家教育 教育 教育 失敗 是因為我自己 看到外面的世界 才知道 老師 你教的都不對 你教的都亂不教 根本就亂來 這就是 我們 在流氓政府 他就是要把你教育 讓你空氣 讓你空氣 再來 台灣 原地 日本 你知道來台灣 在日本 都路幾歲 因為我是 當時價位 我第一次看到 古早 古雄的 當時價位 他們的價位是 直線 反應 反應 抵抵抵抵抵 那叫做祀盤的規畫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改變 就是 遇到天然的障礙 譬如說 這條路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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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到這裡 開到這裡 跟不停 那裡 就把他洗過 只有這個東西 阿不就開到這裡 遇到海 就會要把他挑過 才可以洗過而已 其餘都不可以改變它的角度 連去出一些處角度都不可以 所以在高雄的那些都市價位 我每一次看 他們就有1、2、3、4、5、6、7、8、10 這10條路 真好記憶 這樣看起來說 喔 這是為什麼他們怎麼那麼厲害 高雄人感到聰明 原來去跟他們請教的當中 他說 那不是我們高雄人用的啦 那是日本流下來 我說 是這樣喔 原來也日本流下來 也在高雄看著一個鑑定時看著一個球 喔 結果風胎這樣 一個做都沒三年 沒五年 結果回來了 結果這個已經超過六十年 那日本 說 哇 你高雄人來做這次就不回來了 做這麼久就不回來了 為什麼這個剛才而已就糟了 他說 這是日本流下來 你如果聽到日本流來的東西是好還是不好 喔 你會說 喔 每次都會想說 奇怪 為什麼每次日本流下來的東西 我們都跟他說 這是很好的 不過 如果 政府做的 就粒粒粒 所以這是對著我們的幾位 教養 種種開始一次一次騙 一直矛盾 一直衝突 尤其我們看到最近的新聞 除了沙拉油這個事情 那會讓我們的民生造成很多 丟興 變來變去 不過 你又沒有發見到說 要再一項 他在說這是優行的東西 但是在無形的裡面 把你破壞的是什麼 我看到這個新聞 看到報律 南道館的一個報律國秀 一個小孩子做一個百度 老師給他看 看一看說 你這無效 都會被拚掉 連去比賽也不用比 反正就是無效 這不會中獎 就給他等掉 結果他這張拿去日本比賽 你能知道要拿幾名 當代第三名 你想想日本人為第三名 結果在我們這邊變不好 這就是說 我們的教育裡面 對 你敢要跟平亂的時候 要跟平團這個 理想 藝術的當中 根本 劉蒙政府他沒有藝術教育 他也沒有財務的教育 他也是沒有那種 要叫你管理國家的教育 他跟你教育是什麼 日本 我把整合起來就是說 日本教育 他是叫你去幫忙別人 利益別人的教育 但是在劉蒙政府的教育 完全是利益自己的教育 那兩種的教育下去 變成利益自己的教育是開始競爭 把你搭到旁邊就好了 我關台你要怎麼樣 所以你看我們的主題 你的孩子去讀書 開始他的頭部就是拼了第一名 第一名裡面 要再拼了什麼 拼了一個比較好錢 每個人就聽到鼻子 每個人就聽到鼻子 每個人就怎麼鼻都可以 只要我鼻贏你 我就很高興 那如果鼻輸你 我就開始想辦法 再鼻贏你 這樣鼻來鼻去 鼻到樓尾是吃冠軍 都很漂亮 只有那個劉蒙政府冠軍而已 他就讓你們鼻鼻的比較貴氣 這就是我們第一次拼了 台灣就是英女經過這裡 睡下去之後 就開始都沒有時刻 一天一天放不掉也沒關係 這就是我們目前的台灣 所以後來一次拼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繼續來 繼續來再說 沒關係 現在我們直接休息就好 直接休息就可以 好 學校休息10分鐘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下 去你的鼻子 可樂一家 我先休息一下 空間